启心念佛 方明是绝 接着呢 这句脱笔一正 显我自心 使本不离 直屈绝入 这个脱笔一正 显我自心 这句话也很有味道 脱笔这个脱是戒 笔是谁啊 阿弥陀佛 脱他的什么 他的一正庄严 正报是阿弥陀佛 一报呢 整个极乐世界 能够显入我的自心 那我们再来看一段 阿弥陀经要解 阿弥陀经里面 有一段话重复了好多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 舍利佛 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壮严 舍利佛 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壮严 好几遍吧 我念一段给大家复习复习 又舍利佛 就前面讲了好几次了 又舍利佛 极乐国土有七宝尺八宫得水充满其中 此底存以金沙布地 四边街道 金银流离 玻璃合成 哇 你们现在有没有感觉到 极乐世界的样子 上有楼阁 以金银流离 车渠赤珠 玻璃车渠赤珠 玛瑙银士子 池中莲花 大如车伦 青色清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唯妙相结 然后接着 佛说 舍利佛 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壮严 那接着 欧益大师就要分析了 这个功德庄严怎么来的啊 其乐世界怎么能成就的啊 所以欧益大师接着说了 名上 住处深处 这个住处啊 就是整个极乐世界的大环境 深处呢 就是自己住的那个小环境 这个极乐世界的住处深处 种种庄严啊 皆是阿弥陀佛 大愿大行 称性功德 之所成就啊 所以性相一如啊 这个这么庄严的相 从哪里来的 从阿弥陀佛 自性的大愿大德 变现的啊 所以因为是他的大愿大行 变现的 故能片岩四种净土 长期光土 实报庄严土 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而且这四种净土 能够怎么样呢 普色十方三世 一切凡胜 所以三根 普辈啊 连下下根都能得度 尤其四十八院第一评 第一院 耶摩罗戒 三恶道中 来生我差 受我法化 指的是哪里的众生 耶摩罗戒 地狱啊 只要他肯念佛 马上可以从地狱 把他救到极乐世界 作佛 所以这个是大愿大行 普色十方三世 一切凡胜 另往生也 接着 偶尔大师说 佛以大愿 做众生 多善根之因 以他的大愿 做众生 多善根之因 我们去体会一下 我们还没有接触佛法 我们心里都在想什么 五一六成啊 追逐啊 是吧 公立主义啊 享乐主义啊 我们要知道 公立主义啊 这个思想啊 造业啊 而且呢 对自己啊 很不好 孔子说啊 损人自益啊 生之不详 就是我们 时时想着要 自己有利啊 然后去损害别人 其实这样的 想法都是 时时在 折损自己的福报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观察 现在人的面向 我父亲那个时代人的面向啊 像我爷爷啊 他们耳朵都很大 到我这个时候 我都要自己拉 注意去看 台湾面向一直在往下掉啊 跟信念有关啊 像我妈妈都不用拉 就比我差很多了 差很多了 时代不一样啊 我们受的教育啊 掉下去了 我爸爸那个时代 哪有为自己想的 要不就是 父母啊 兄弟啊 妻儿啊 都把自己摆后面的啊 他没有功力 可是我们现在功力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世界啊 都在掌我们的什么 知识之力啊 还有享乐主义啊 乐极 深悲啊 我们还没接受佛法的时候 在这个世间 不堕落啊 真的不是普通人啊 遇人不同啊 结果现在一遇到佛法了 不一样了 首先 老法师把谁介绍给我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其实也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 介绍的 无量寿经 我们认识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地文法 极发无上 正觉之行 高采勇者 与世超义 性解铭记 西界第一啊 拥有殊胜行愿 及念慧礼 他又发了四十八愿 全心全意去修行 最后四十八愿成就了 极乐世界建成了 我不知道大家念四十八愿了 是什么感受啊 那四十八愿 最常念到的是哪一句啊 若不合者 不取正觉 若不合者 不取正觉 哇 那个念下来 人的心震不震撼啊 哇 那种度众生的 大愿力啊 请问 我们真的把四十八愿念下来 每天念 都真心去念 我们的心会不会变啊 因为 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也是我们什么 本有的 我们现在是有障碍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其实我心啊 无恶无别呢 但是佛 阿弥陀佛非常善巧 他以他的大愿 做众生 多善根之应 所以我们念啊 这个善根就被他的怨心给带动起来了 所以叫脱笔一阵 嫌我自心啊 请问大家 极乐世界 是从哪里来的啊 最后是自己的心变的呢 一切法 从心想身哦 地狱也是自己的心变啊 因为自己的业力啊 变现的啊 极乐世界呢 自己自信的 功德变的哦 那到底佛怎么 用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在当生 居然就能够 用自信 变现出极乐世界 这是大善巧 大方便啊 所以欧耶大师把他点出来了 佛 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愿 做众生 多善根之应 所以老法师很善巧啊 知道我们工作很忙啊 在无量寿经 就挑了几品 让我们做早晚课啊 早课念什么 第六品 晚课 三十二到三十七 其实那个晚课的重点 就是让我们要持戒啊 念佛啊 尤其那个第三十五品 告诉我们 不能 不能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 饮酒 能持戒 不造恶 又能念佛 求生净土啊 就有把握啊 但是第六品 让我们每天念一遍 什么目的啊 大家想 阿老法师叫我念 我就念吧 看起来很乖啊 看起来很乖啦 但是要真乖啊 要像那个 锅肉酱才行 就好像 今天老法师说 一条龙 很重要 那我们是真正 那我们是真正了解 老人家 话中的深意 还是我们是觉得 反正老上说做 就做吧 我们真了解一条龙的重要 去做的时候 都是带着 对老法师的理解 带着对这件事情的 重要性去做的 因为人才 不从小培养啊 很难啊 而没有真正的人才出来 怎么把法传承下去啊 所以大家不是要 好多好多人 法能不能传啊 关键是不是有一个 真正成就的人啊 我们看到禅宗传到中国来 传了五代都是什么 单传 只要有一个就不会断了 问题是假如连一个都没有啊 学的人很多啊 没有人成就得到 可能会断了 所以 马来西亚有一个弥陀村啊 然后呢 要办 好多障碍啊 结果是 他们就去请问老法师 还有人建议要卖掉啊 就跟老法师讲 说 有人建议卖掉 老法师对他们说 船中等了五代到第六代 才有个传承出现 一花开午夜啊 怎么你们等几年都等不了啊 老法师这个话有没有深意啊 很有深意啊 那个时候是唐朝耶 佛法摔不摔 不算太摔吧 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呢 我们现在摔多啦 可是那个时候 真的要把一个钟弘扬开来 等了几代啊 五代啊 我们现在要从佛法的谷底 要再把它振兴 要多久啊 三年办不办得到啊 五年办不办得到啊 冰冻三尺 非日则函啊 所以老法师曾经跟我们说 谁想要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啊 很可能造无量无边罪业啊 大家懂不懂老儿上的意思 所以像陈德 十几年前啊 我就想呢 静下来啊 一门深入啊 好好读书啊 每个每天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 现在十七年过去了啊 还没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吗 往后一看呢 越来越没机会 一切随缘 其实陈德讲这一段啊 意思就是说呢 人啊 要看懂自己的 因缘本分 陈德现在 很认命啦 因为呢 我属牛啊 闭南话说 做骨的骨 做人的骨 所以我命中要骨骨 我没有那个福报啊 可以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 我认知到呢 我这一生的使命啊 是做垫脚石啊 垫脚石啊 我能够粉身碎骨 不顾啊 先把路铺好就好 给谁走啊 给后一代 后两代 后三代的人走 说不定到他们 就再出一个像师父这样的高深大德 就起来了 哦 好